崔永怡元发飙在爆狠料娱乐圈要大地震 原标题,崔永怡元发飙在爆狠料娱乐圈要大地震,从炮红冯小刚到如今大战怀疑。 崔永怡元孤军奋战先翻娱乐圈,已经有近三个月了。 诞生处漩涡之中定会遭到攻击,之前还支持崔永怡元的黄毅清,反过头来捣打崔永迡一霸。 其实无论是面对偷税漏税,还是阴阳合同。 小崔都是很低调和隐晦的去回应这些事,但是如今面对疯狗的撕摇。 小崔终于选择出手,解决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。 其实早在黄毅清发生的时候,小崔就已经做出过回应。 但是某些没有良知的人,仍对着这件事大做文章。 为什么黄毅清会突然反打崔永远?有知情人士透露。 原来崔炮轰的大轰炸是黄的母亲里微头拍的。 这是触碰到了利益的大蛋糕啊。 狗急跳墙了。 。 近三个月过去了。小崔从维护自己的权益。 。 倒成为娱乐圈人人害怕的公敌。 到底经历了哪些故事? 。 今天花姐就好好给你刀扯刀扯。 炮轰范冰冰范维等人阴阳合同偷水。 。 炮轰华一兄弟涉嫌偷税漏税。 。 炮轰王中军王中雷等次巨资购买名画豪宅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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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街电影大轰炸15亿骗局 揭露黄胜一阳子偷税高拔上一元 对假疫苗事件发生炮轰方舟子 因为一个冯小刚 小崔选择首次整个娱乐圈 冯小刚也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圈前电影 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浪吧 其实我们无条件的去支持和相信小崔 是因为他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社会地层的人 没有能力和发声的渠道 他们坑的是手无腹机制里的股民的钱 害的是嗷嗷逮捕的孩子的命 善恶终有抱天道好轮回 如今这场娱乐圈的风暴也要渐渐拨开迷雾了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是永远不会缺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发 56